前天王嫂乐吉尔自从回流香港 加盟跟Angela Baby同一家经纪公司后 除了工作机会一个接一个之外 乐吉尔的穿衣打扮也越来越性感 5月28日晚上 他与无尊等一人出席明天开幕礼时 就以开胸露背装超性感形象现身 不过我们也同时发现 乐吉尔的确比以前开心得多 他自保妹妹8月份会从美国到香港跟自己赞助 到时候要找一个更大的房子 但至于是买还是租 自己也说不准 其实会惊惊点的 因为都是一个commitment 还有又不知道睡得好不好 因为有时睡觉 未必睡得好 那会影响工作 那所以如果最好 最好的就买楼之前 可以给我一个睡一晚 那么就好了 被问到想不想妹妹跟自己一样 从事演艺事业 一直都在外国长大的乐吉尔 表示妹妹已经是成年人 一切决定都会交还给对方 而自己作为姐姐 的主人之杀 因为我自己的妹妹 都22岁刚刚到大学 其实她都是讨论 这个Asian Affair和Business 我会让她自己回来香港 她想来香港六个月 就是to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and the culture 我说你可以回到香港 到时她回来 我会让她自己拿主意 因为我觉得 有时一个姐姐 你不应该要 逼她要怎样去做些什么 而是给她很多不同的选择 以及要是support她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 优酷全娱乐 香港报道 前天王嫂乐吉尔 自从回流香港 加盟跟Angela Baby 同一家经纪公司后 除了工作机会 一个接一个之外 乐吉尔的穿衣打扮 也越来越性感 5月28日晚上 她与无尊等一人出席 明电开幕礼时 就以台胸露背装 超性感形象现身 不过我们也同时发现 乐吉尔的确比以前开心得多 她自报妹妹 8月份会从美国到香港 跟自己赞助 到时候要找一个更大的房子 但至于是买还是租 自己也说不准 其实会害怕的 因为都有一个commitment 还有又不知道 睡得好不好 因为有时睡觉 未必睡得好 那会影响工作 那所以如果最好 最好的就买楼之前 可以给我一个睡一晚 那么就好了 被问到想不想 妹妹跟自己一样 从事演艺事业 一直都在外国长大的乐吉尔 表示妹妹已经是成年人 一切决定都会交还给对方 而自己作为姐姐只能支持 因为我自己的妹妹都22岁 刚刚到完大学 其实她都是study 这个Asian Affair 和Business 我会给她自己回来香港 她想来香港6个月 to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and the culture 我说你可以回香港 到时她回来 我会给她自己拿主意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姐姐 你不应该要 逼她要怎么去做些什么 而是给她很多不同的选择 还有要support她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